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 大多是利益之争 而不是生死之争 战场上 由于各方装备水平 军事素养和战斗意志普遍比较低 所以战斗烈度也低 一场仗打下来 军队伤亡非常有限 败军往往会被收编或遣散 政治上 胜利者只求获得失败者的地盘和军队 一般不会对失败者赶尽杀绝 失败者的常规做法是通电下野 躲进租界当御工 或者出国逼风头 运气好的话 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卷土重来 今天把酒言欢 明天道兵相想 后天自罚一杯 你我还是兄弟 类似的故事 无数次上演 以上情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却是被普遍接受的前规则 有规则就有破坏规则者 更有诚挚破坏规则者 比如徐书征杀戮建章 孙传芳杀石从宾 以及张宗昌杀正今生 就是破坏规则的典型 后来徐书征 孙传芳 张宗昌都因仇家复仇而死 从朴素的因果报应论看 这也叫一报换一报 巧的是 徐 孙 张这三个案子 凶手的理由都是为父报仇 更巧的是 冯玉祥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其中 徐书征之死是冯玉祥指令张之江派军队干的 事后 冯玉祥让人把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找来 扮演了替父报仇的角色 徐书征是我杀父仇人 我已经将他处死 孙传芳之死 与冯玉祥没什么关系 但冯玉祥利用自己的能量干预了案情的审判 他找了八位党国元老 联名向国府主席林森说情 特赦了事件俏 理由是 若女子为父报仇 其智可爱 其情有可原 而张宗昌之死 是冯玉祥与韩父举设的局 先让郑今生之子郑继承 国际的去行刺 做成为父报仇的假象 之后散发大量小册子 鼓动愚文干预法庭审判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把政治暗杀包装成为父报仇 从而逃避法律制裁 是那个时代屡试不爽的套路 问题来了 是什么样的政治因素 让冯玉祥和韩父举联手作局 干掉了张宗昌 这个问题 要从张宗昌的生平中寻找大案 张宗昌一生有很多外号 但最贴切的应该是 混石魔王 此人天生就是混社会的料 胆识过人 众义亲密 不拘小节 在哪里都混得开 恰逢沧海横流 逆势而起 成为一方诸侯 拥有了巨大的能量 可惜的是 没有长远目标和政治理想 内部能保一方平安 横征暴敛 外部能认清大事 逆朝而动 徒留一地鸡毛 或许 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就是破坏就秩序 1881年 光绪七年 张宗昌出生于山东夜线 一个重度贫困家庭 自孝昆 发达后 人称孝帅 张宗昌幼年经历 和朱元璋差不多 给地主放过牛 做过小贩 当过酒保 年成不好的时候 也出去乞讨 很悲惨 奇怪的是 虽然长期吃不饱饭 但张宗昌后来 却长得高大魁梧 在北洋军阀中 也就冯玉香的身材 能和他步相上下 为了谋生 张宗昌十几岁 就踏上了闯关东的道路 在东北 他干过很多职业 但都坐不长 后辗转到中东铁路 当驻卢工 在中东铁路 当工人的这段日子 是张宗昌一生 重要的转折点 其勇于认识 宽厚大度 又将义气的性格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天生大哥气质 党都挡不住 在此期间 张宗昌还学会了俄语 与俄国人建立了友谊 日俄战争爆发后 懂俄语的张宗昌 在俄军中效力 负责手边胡匪 组织游击队 协助俄军作战 张作霖也干过这事 只不过张作霖阵阵营不明显 哪边强他就跟哪边 俄国战败后 张宗昌辗转到了俄国 先后在西伯利亚淘金 在海参外当警察 辛亥革命前夕 张宗昌已是海参外 华商总会的门警头目 手眼通天 黑白两道通吃 是类似于武艺探长 雷洛那样的狠角色 辛亥革命爆发后 陈其美派革命党人 远赴海参外 计划收兵胡匪 组建齐兵 在海参外革命党人张希曼的配合下 张宗昌和当地狐匪首领 刘玉霜 樱目南下 率部来到了上海 就这样 张宗昌从帮会大佬摇身一变 成了革命党 不久 刘玉霜被排斥而走 张宗昌成了上海都军 陈其美麾下的骑兵团团长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 袁世凯派冯国章 张勋率军进攻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南京 张宗昌所部奉命阻止北洋军南下 革命党的军队不是北洋军的对手 很快被击败 张宗昌室夺势 投靠了冯国章 二次革命后 冯国章长期统兵坐镇南京 直到1917年 他进京代理大总统 在这期间 张宗昌一直在冯国章手下做事 很受重用 袁世凯刺杀陈其美 也是通过冯国章的关系 受以张宗昌做的 1919年冯国章死的时候 张宗昌还没成气后 加上失去了后台庇护 饱受各大军阀七零打压 混成了光杆 非常失忆 最后是张作霖收留了他 张宗昌后来说过 我平生有两大知己 冯国章是第一知己 张作霖是第二知己 张宗昌是半路加入凤席的 属于非嫡系 张作霖没给他兵 却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 相当于让他二次创业 张宗昌做大之后 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 极是源于此 很快 张宗昌通过旧关系 聚拢了一批当年的小弟 这些小弟不少都做了狐匪 手下有些人马 拼凑起来 居然有几千人 被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 之后 张宗昌又利用懂俄语的优势 以及和俄国的旧关系 收容立之几千人的白俄军队 还搞到了大量俄国军火 实力猛增 成了奉军实力派人物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 张宗昌立功心切 一步猛冲猛打 胜利后收编了直系四个旅 军队猛增到八 九万人 1925年4月 张作霖为了安抚和奖励张宗昌 把他弄到了山东都军的位置 由此开启了张宗昌都鲁三年岁月 在此期间 张宗昌大肆搜刮 横征暴敛 风平很差 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国民军 张宗昌的鲁军和李景林的直军 直立军队 联合组成了直鲁联军 李景林下台后 张宗昌成了直鲁联军总司令 北伐战争期间 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首位金浦路和龙海线一部 多次与冯玉祥在御东恶战 1927年9月 冯玉祥补第八方面军 旅长江玉明倒戈 又补了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生 投靠了张宗昌 这个第八方面军是原镇松军改编的 郑金生是冯玉祥多年好友 冯玉祥派他过去是为了叮嘱刘振华 张宗昌久战无功 遭到张作霖身赤 比较窝火 郑金生又宁死不屈 还大骂张宗昌 结果被杀了 1928年6月 张作霖死后 奉军大势已去 张宗昌率领五万 直鲁联军残部 在阮险茫然等待命运的安排 张学良不让张宗昌进东北 还要求他裁前部队 张宗昌拒绝了 于是张学良和白崇喜 联手夹击直鲁联军残部 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方面谈判 张宗昌化妆逃亡大连 后流亡日本 如果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张宗昌或许能得善终 但他终究是不甘寂寞的人 918事变后 全国抗日风潮涌起 以吴沛福为代表的一批北洋老人 想借抗日旧国的大旗 聚拢旧部 东山再起 吴沛福一声反对国民政府 张宗昌曾是北洋末代二把手 安国军副总司令很有号召力 吴沛福写信给张宗昌 约他回国一起搞事情 同时 张学良因担心张宗昌被日本人拉下水当汉奸 也电邀张宗昌回国 1932年春 张宗昌回国 向记者大谈抗日旧国 声称自己绝不做张邦昌 北宋末年宰相 北京国立为傀儡皇帝 张宗昌是真心抗日 还是想借抗日的民意付出 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确实没有投敌卖国 此时正值汤玉林不战而逃 热河沦陷 张学良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想让张作相着手收复热河 张作相是个守成人物 干不来这种折腾尽的事 他自觉难以胜任 要张宗昌协助自己 张宗昌是个光感司令 要帮助张作相收复热河 至少也得收拢一些旧部 旧部在哪里 旧部在山东 山东是韩富举的天下 显然 这些事都需要韩富举配合才行 经张学良从中协调 以及中间人时有三窜多 韩富举进京与张宗昌会面 两任山东王谈笑风生 相见恨晚 还一劫金兰 为了表示真诚 张宗昌一再郑中表示 对山东没有任何想法 只想为抗日做点事情 对于张宗昌的请求 韩富举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拍着胸谱 保证协助张宗昌召集救部 还要在华波两个旅 给张宗昌指挥 韩富举还承诺 帮助张宗昌解决之前存在 济南交通银行的四十万元存款 韩富举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 当然不是 西北军瓦解后 韩富举是原西北军 所有将领中婚的最好的 这一切离不开他的诡谕绝诈 和审时夺势的眼光 连冯玉祥都在他手上载过 可知此人演技和诚服 事实上 韩富举得知张宗昌回国后 十分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担心张宗昌危害自己在山东的统治 毕竟 张宗昌是山东人 在山东干了三年 有些根基 为了探听趋势 韩富举才进京与张宗昌会面 以便掌握主动 制定对策 当时 韩富举为了增加对抗蒋介石的砝码 把诗事的冯玉祥 请到了山东 隐居泰山 韩富举虽然不再听老方指挥了 但却经常上山 向老长官请教 对于如何处理张宗昌一事 冯玉祥极力主张干掉他 他对韩富举说 如果张宗昌 当上华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拉着队伍南下 你在济南还待得住吗 冯玉祥之所以这么恨张宗昌 除了张宗昌杀政今生一世外 还有其他恩怨 国奉战争中 张宗昌的直辱联军 把冯玉祥的国民军 从天津北京一路撵到了西北 间接导致冯玉祥第一次翻盘 北伐战争中 冯玉祥在龙海线上大战直辱联军 经过两次蓝风战役 击败了直辱联军主力 付出的代价很惨重 冯玉祥的恨 与韩富举的忧 共同决定了张宗昌的死 要干掉张宗昌 必须把他弄到自己的地盘来 然而 张宗昌是在为抗日奔走 在自己的地盘公开杀之 影响太坏 冯玉祥给韩富举出了个主意 让政绩成疑 为父报仇的名义 刺杀张宗昌 把政治暗杀包装成私人仇杀 既可以掩盖真相 也可以博取舆论同情 当年冯玉祥杀徐树 就是用的这一招 事后徐树树之子 徐到临卫案件多方奔走 仍然不了了之 你老子杀了人 别人报仇天经地义 为父报仇 孝聚 张宗昌要东山再起 必须亲自到山东走一趟 张宗昌的亲信部下劝阻他 说当年直辱联军与郭明军 多次恶战 机怨太深 不是那么容易消解的 此次济南之行很危险 张宗昌的母亲 也反对他去济南 还动员吴培福前来劝阻 吴培福对张宗昌说 冯玉祥暗算过很多人 从韩府局背叛冯玉祥 投降蒋介石一世 看此人比冯玉祥还要阴险狡诈 济南之行万不可行 然而这些劝阻都没有阻止 张宗昌南下的脚步 9月3日 张宗昌到达济南后 受到了韩府局的热情招待 久憨而热之际 一向沉默寡言的韩府局 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对张宗昌一阵猛吹 兵煮尽欢 期间 石有三对张宗昌的德国手枪 爱不是手 一向大气的张宗昌 便把这支贴身手枪送给石有三 张宗昌一生与枪为伍 枪法极好 失去配枪后 等于猛虎被拔了牙齿 第二天下午六点多 张宗昌登上了回北平的火车 与众人握手告别 早已等候在此的政绩成 和另一个刺客陈凤山 展开了刺杀行动 由于手枪卡壳 以及刺杀技术太烂 一场简单的行刺 变成了持枪追杀 张宗昌跳下火车一路狂奔 此时埋伏在车站周围的军队出手 一枪撂到奔跑中的张宗昌 后来事件报告显示 张宗昌第一枪是被步枪子弹击中的 陈凤山赶过来 朝张宗昌补了两枪 大呼 我是郑继成 乃郑今生之子 我杀死张宗昌是 替父报仇 事后 韩副局迅速排出 军警包围了车站 带走了此刻 把张宗昌送到了医院 就不活了 同时命人将现场一一拍了照 张宗昌死了 陈凤山无罪释放 郑继成一个人全扛了 剩下的事就是走司法程序了 冯玉祥让人编写了 郑继成为父报仇的文章 引成很多小册子 到处散发 成功引导了愚问 人们都很同情郑继成的一举 此外 张宗昌生前的一些做法 也把他搞到了舆论的对立面 比如在山东的恶政 导致他恶平如潮 又比如枪杀记者胡信之 林白水等 得罪了新闻节 更重要的是 张宗昌当年参与了 刺杀陈其美一案 而当时的天下 是陈其美的小弟蒋介石 以及两个侄子陈国夫 陈利夫的天下 他们或多或少 会对政绩成师以援手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 以及国府高层的运作下 1933年1月 郑继成被特赦了 张宗昌杀了白杀 一代混世魔王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